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象老師 常常遇到很多同學 他其實會有一些困難 是說 我已經很會彈了 我大概看譜 我都能夠自己彈出來 可是他很好奇說 這個譜要怎麼生出來 就是我們平常都是來上吉他課 通常是老師跟你說 你可以按照這個譜彈 這邊要怎麼編排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個譜核心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到底是怎麼從聽音樂 進入到我可以去理解音樂的這個過程 台譜班他其實是需要蠻多樂理的知識的 所以我們在第一堂課或第二堂課的時候 我們都要先給你一些先輩的知識 你要先知道音高是什麼樣的東西 是從很比較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它 然後再來就是音感是怎麼回事 你是怎麼感受到你聽到的聲音的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怎麼用吉他去應用它 去把它彈出來 最後才是我們講可能我們音樂可能會有 和弦旋律節奏 那我要怎麼把它整理起來 變成寫出來的一份譜 要有一個知識的流程 主要會分成這四大項去處理 不管說你是可以看旋律簡譜 六線譜或者是和弦譜的同學 你都會 但是你對這個音樂本身是有好奇心的人 都很適合來報這個班 禮拜二的晚上七點從十二月份開始為期四堂課 希望大家來報名喔 掰掰